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讲座 课题是良好营养 优雅迈向勒宁 那我们开始之前 请让我分享一些讲座的规则 若您有任何关于讲座 若您有任何有关讲座课题的问题 请通过问答件输入您的问题 演讲者将在讲座结束后答复您 若您有与课题无关的其他问题 例如技术上的问题 请使用聊天键 最后请在讲座结束后填写意见表 您的反馈将让我们以后做得更好 我们不会分发今天讲座的资料 若您想更了解 了解更多详情 您可以游览 成都生医院健康保健知识库 今天的演讲者是庄佩玲小姐 高级营养师 以及戴伟仪小姐 一名也是成都生医院的营养师 她们今天会与大家分享 如何确保您摄取充分的营养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演讲结束后 我们的两位演讲者会帮您解答您的疑问 那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佩玲 佩玲请 今天大家小吴好 可以听到我讲话哦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听到啊 好 我叫佩玲 是成都生医院的营养师 那今天呢 我和我另外一位同事 Claissa 她会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个饮食 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可以优雅的迈向热灵 那么今天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营养不良 以及什么是衰弱症 然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然后呢 我们就会去讲到 如何避免营养不良 和这个衰弱症的营养管理 包括要怎么样确保摄取足够的饮食 然后我们会着重的讨论 蛋白质的重要性和摄取量 还有钙质和骨骼的健康 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 如何可以改善饮食不佳的策略 好 首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营养不良和衰弱症 到底是什么 那么呢 就来讨论一下 就是给大家一些背景了 那么新加坡人呢 我们都知道都在逐渐的老年化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已经有大概16.8%的人口超过64岁了 也就是说 在四个人里面呢 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4岁的了 那在2030年呢 这个预计会增加到23.7% 那营养不良和衰弱症呢 就是两个与年龄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 这两种健康问题呢 在社区常常会被忽略 或者说没有妥善的治疗 那在新加坡呢 有这个研究显示 54岁以上的新加坡社区居民 大约有30%是营养不良 或者带有营养不良的风险 那么另一项研究显示呢 64岁以上的新加坡社区居民 大约有6%患有这个衰弱问题 那到底这两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先说说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呢 就是当你摄取不足够的蛋白质和热量 那这个呢 就会导致你的体重下降啦 你会觉得你的肌肉没有力啦 那么这个呢 也会影响到你在体能上表现的比较差 容易感到精疲力尽 或者容易感到疲惫 那么你的日常生活呢 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而逐渐的减少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循环来的 当你好像活动变少了 常常觉得很累 那么可能你就会觉得没有胃口吃东西 那这样子呢 又会造成你的体重更加的 更加的那个不好 就是更加的那个下降减少 那么又会更加的让你感到更容易 做东西都容易的累 就变成一个循环 那这样子就是营养不良的问题啦 那营养不良的后果有什么呢 这包括它会增加你跌倒的风险啊 因为你想看 如果你没有力 你的脚没有力 走入就很容易跌倒 那它也会增加你伤口 愈合不良 然后也会增加你受感染的风险 因为你吃不够营养 所以你的伤口呢 就很难会好 这样同时也会增加你手术后的并发症 那这样子这些呢 也会导致你住院的时期变长 本来就是说可能住三天就好 但是因为这些伤口 不能很好的愈合啦 然后或者说受到感染啊 这样子呢 就会增加你住院的时期 那当然这样也会增加你 再入院的几率变高 OK 那衰弱症又是什么呢 衰弱症呢 它是一个综合症 它是当你的肌肉量减少了 你的肌肉变得没有力了 还有你的肌肉耐力变少的一个综合症 那衰弱症呢 它也是造成你生活不能独立的风险因素 就是变成说 好像你肌肉量减少 你很多东西都变得比较 好像很难操作 甚至包括比如喂食啦 自己就是说穿衣服之类啦 都可能需要人家的帮助 那衰弱症的后果包括哪些呢 就是衰弱症 它也会就是增加你跌倒的风险 因为比如说你的肌肉量流失了 你变得也是会变得没有力 那么呢 你走路 跌倒的风险呢 就会提高 那么你的肌耐力呢 也会变得少 这样子也会导致你容易感到疲劳 没有胃口啦 营养不良啦 然后刚才有提到的 你的日常生活的依赖性就会变高 就包括你上厕所啦 洗澡啦等等 都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 那么这些也会导致你的行动能力降低 就变成说走路 就变得不太想要走路 或者说走路都会觉得 比较没有力 或者比较麻烦啦 同时衰弱症呢 也会增加你再入院的几率变高 那么在好像一定的那个情况下 它也可能会导致死亡率 那营养不良 我们知道也有很不好的后果 衰弱症呢也会有导致不好的后果 那当这两个 如果说一个人是既营养不良 然后又衰弱的话 那可能就会大大的增加 其他不想要的后果啦 比如你失去行动能力的几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你的生活质量当然也会变差 因为可能你会需要很多人帮你 好像处理很多事情啊 甚至吃东西换衣服之类啊 这些 那么刚才有提到这些入院的风险啊 或者手术后的风险啊 这样子也会导致你的死亡的几率 也会大大的增加了 那么呢 好处是 营养不良和衰弱症呢 是可以避免和可以医治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一起聊一聊 当胃口不好的时候呢 怎么样可以调节我们的饮食 你确保我们还是可以做到 一二三这三个重点 就是确保均衡的饮食啦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啊 还有摄取足够的钙质 好 那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 那就是要确保均衡的饮食 和营养的充足 在你们看到的右手边 这是一个健康饮食餐盘啊 我相信应该大多数人的人都有看过这个餐盘 这是我们的健康局 所发布的一个 就是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一个餐盘中 要放什么东西 要吃什么东西 以达到均衡的饮食 那就是我们的水果和蔬菜 应该要占据那个盘子的一半 因为蔬菜跟水果呢 可以帮助防止便秘 防止心脏疾病 中风 还有一些癌症的发生 还有我们需要就是摄取全骨类 这个呢 也是占据那个盘子的四分之一 那么全骨类呢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 还有很多其他的矿物质啊 比如那个铁质啦 然后鲜啊 铁啊 等等 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植物营养素 而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包括纤维啦 那纤维就是也可以帮助防止便秘啦 防止心脏疾病啦 还有一些那个慢性疾病的发生 那么最后呢 还要有就是肉 我们的蛋白质 就是肉 还有就是其他 比如说鱼啊 豆腐这些呢 就需要占据盘子的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肉啦 或者鱼啦 豆腐啦 这些蛋白质食物呢 可以帮助鸡肉的构建 还有伤口的愈合 在饮食中呢 也是要加入一些高盖的食品啦 那么这两点呢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 讨论的更更仔细一些的 那么这个呢 是就是说 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个均衡的饮食 或者怎么样的利用 这个健康餐盘 就是可以有我们的一碗的饭 糙米饭 然后叫两个菜 还有一个肉或者鱼 那么吃饱以后呢 可以有一份的水果 然后可以喝非白水 就不要点那些甜的饮料啦 就可以喝白水啦 OK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 更仔细一点 关于蛋白质 那为什么要说蛋白质呢 因为蛋白质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生长 还有维持我们肌肉的 这个力量 然后呢 同时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可以避免肌肉的流失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比如 衰弱症呢 它跟我们的肌肉 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肌肉的 那个重量 还有肌肉的那个耐力 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蛋白质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那个营养素 来帮我们维持这些 那么蛋白质呢 也需要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细胞啦 帮助我们伤口愈合啦 维持免疫系统 还有保持我们的日常生活功能 那么这些 就是刚才提到说 比如有一些好像不良的后果 就比如说营养不良和那个 衰弱症带来的不良后果 那么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呢 也可以避免这一些的发生 那么我们一天需要吃多少的蛋白质呢 那我们的健康局呢 就是设立的目标 那就是一天要摄取 两到三份的蛋白质 那这个图呢 就告诉我们 一份的蛋白质相等于是多少 那么一份呢 就相等于是 大概你的一个手掌心的鱼啊 肉啦 的份量 或者 那个三个火柴和大小的鱼啊 肉啦 的份量 那么或者说呢 就是两杯的第一支牛奶 或者豆奶 那一杯的份量是那个250毫升的一杯哦 不是那个小小杯或者像我们喝外面喝咖啡啦或者茶的那个小杯不是那个杯是一杯250毫升的杯 或者说可以吃那个低支的乳酪就是cheese 选低支的那就不用担心那个脂肪的问题或者说啊吃鸡蛋 OK 所以三粒鸡蛋是相等于一份的蛋白质 不过当然 健康那个健康五元会呢 是建议一个星期不要吃超过四颗蛋黄 因为蛋黄呢 还是会有一些胆固存 所以我们的蛋呢 就是可以就是好像在我们的饮食里面 有时候可以吃到一些蛋啊 或者加入在饮食里面 但是你不需要说非要去吃到一天三粒的鸡蛋 来相等于那个一份的蛋白质 当然还有植物类的蛋白质 就比如如果有些人是偏好像素食者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这些煮熟的豆类 任何的豆类都可以 比如红豆啊黄豆啊绿豆啊黑豆啊都可以 那大概就是四分之三杯的这个豆类 就相等于一份的蛋白质 或者说那个豆食 就是添贝 马来人比较常会吃的 添贝也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 摄取物 或者说豆腐 就是两块豆腐呢就相等于一份的蛋白质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在一天之内摄取到这个两到三分的蛋白质呢 其实不难 有些人会觉得说哇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其实其实不会 来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可以摄取到 那比如早餐你可以有那个你的平时常吃的面包 两片面包啦 你再加上一杯这个豆奶 然后午餐呢你就可以有你的那个菜饭就是叫两个菜一个肉 那么这个肉大通常都会大概是一个手掌心的分量了 这样子你已经拥有一份的蛋白质了 那么接下来呢晚餐你可以有这个鱼片米粉汤 那个鱼呢可能多多少少也是大概到一个手掌心 或者说比较少的话呢 那么那一餐你可以加入一颗蛋 来确保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了 所以你看这样子一天下来呢 午餐跟晚餐再加上你的早餐有一杯豆奶 你已经摄取接近三份的蛋白质了 那么蛋白质摄取的时机还有运动呢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你是在运动后摄取你的高蛋白质的一餐 就是确保你有那个吃到一个手掌心的蛋白质的那一餐 那么它可以更有效的帮助你的那个鸡肉构建 就是当你运动过后 你吃你的一餐要确保有足够的蛋白质 它可以更有效的帮助你的鸡肉构建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聊完了这个蛋白质 那么接下来呢 我的同事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钙质和骨骼的健康 那么就请回下来跟大家分享 各位大家好你好 大家好你好 我是维宜营养师 刚才我同事已经告诉你们 讲过饮食方面需要蛋白质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重要 要吃多少蛋白质 摄取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照顾骨骼的健康 确保摄取足够的钙质 和有健康的骨骼会降低跌倒的风险 避免衰落症 钙质是维持骨骼和牙齿健康的营养素 如果摄取不足够的概质 骨骼容易变得脆弱 提高患上骨骼疏松症的风险 50岁以上的年长者处于骨骼退化症的高风险期 如果加上没有摄取足够的概质的话 会提高患上骨骼疏松症的风险 如果骨骼不健康的话 会增加骨骼的风险 骨骼的恢复期间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尤其对老人家来说 这会影响一个人的行动能力和生活资料 和增加照顾折腹 营养不良会延长恢复时期 所以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和钙质 会减少骨骼的风险 也会帮助恢复过程 所以一天下来我们是需要多少的钙质呢 如果建议19到50岁的文群 每天摄取800毫克的钙质 如果你是50岁以上呢 我们是建议每天摄取1000毫克的风量 在座的你们 在座的你们知道是哪些食物 有包含钙质吗 可以在那个chatbox或者Q&A那里 写你们的答案 我会给一个一分钟 来吧你们来回答 那我现在就继续吧 这边呢 可以告诉你们 构质的来源 食物的来源 在这里的一个青的星星 是代表100毫克的钙质 所以如果你是19到50 19到50的文群 你们尽量 每天都达 每天尽量累积到8颗的那个青的星星 如果你们是50岁以上呢 尽量每天积累10个青的星星啦 OK 不要担心如果你错过这页的任何细节 我们等一下会向大家展示 如何从网上看我们的这些资料 那个单导性library OK 从这个图片来说的话 一杯高钙一纸牛奶 或者一杯豆奶的话 会有包含最多的钙质的成分啦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市场里 不是全部的豆奶或者面包啊 或者麦片啊 都会包含钙质的 是要我们从食物的包装上来 确认一下 钙质有没有被加进那个产品里啦 这点就要大家注意一下下 如果能看到的话 你们也是会看到一份的粒 蔬菜呢 也是会给我们100毫克的钙质 什么样的蔬菜呢 比如说菜心啊 菠菜啊 芥兰啊 西兰花 这些都是有包含钙的 谷歌健康的话 我们也不能忘记维生素D 维生素D会助于 文体对钙的吸收 帮助骨隔健康和促进骨隔形成 阳光也会帮助我们的身体 身体提造维生素D 所以如果您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室内的话 建议开始 你们可以开始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进行一些户外的体育活动 来帮助提高维生素D 维生素D的食物来源呢 有哪些 比如说三文鱼 蛋黄 低脂乳奥 麦片 菜油 这些都是有包括维生素D的 通常如果一个人 这些食物来源都也是 都是有包含比较多的蛋白质 所以如果通常如果一个人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也是会 通常也是会摄取 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D 所以我们一个人怎么样 摄取足够的钙和维生素D呢 比如说刚才我的 同事已经解释了 如果是早餐的话 你如果你 那个两片面包的话 是有添加钙的面包 和一杯无糖牛奶或多奶的话 那个两片面包可以给 蛋白质两个 大概制了两个 所以 那个牛奶会给 五个青的猩猩的 那个 盖质 早餐呢 加起来 已经你已经摄取 这个猩猩就等于700毫克 的盖质了 午餐呢 如果你把一个菜 换成一个青菜的话 和晚餐 晚餐 午餐和晚餐 都有一份青菜的话 也是会给一个 新的猩猩 所以一天之力 已经会摄取800毫克 如果是年长者的话 51岁的话 51岁以上的话 也是可以在那两片 那个面包啊 加上两个那个地址 补浪 或者加一份 一份的那个 酸 酸菌的话 也是会 帮助你 摄取1000毫克的盖质 这样吃的话 也是可以摄取 1000所需要的 维生素D 其他的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就是限制钠和糖的摄物量 如果是太咸或太甜的食物 会影响到骨骼健康 和增加 尿中 所排除的那个盖 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天内啊 不要超过一茶匙的盐分 和不要超过十茶匙的糖分 另外 我们也是要限制咖啡因的摄入量 建议我们 建议是每天不要超过 三杯的咖啡或者茶 抽烟和过量 饮酒会影响 盖的吸收 所以建议是戒烟和适量的饮酒 总之我们已经提到 均衡的饮食 和营养充足的重要性 和怎么样确保骨骼健康 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 定期 运动量 不能忘记定期 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研究显示 健康 饮食和运动 能助于或改善 肌肉和骨骼健康 避免 骨骼疏松症 和衰弱症 运动能帮助 骨骼形成 增加肌肉质量 和协调性 建议呢 就是每天 每周都能争取 150分钟的体育锻炼 到这里为止 为止 我们现在 在讲说 一个人每天所需要 摄取的目标 或理想的分量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 食欲不振 该怎么做呢 我们会讨论 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帮助那些 没有胃口的人群 避免或移制 营免不良 和衰弱症 第一我们先从 食物方面 方面来思考 如果要 我们就 第一就先考虑 他的 一个人的饮食 习惯 有什么偏好 从这里下 从 考虑那个偏好 饮食偏好 第二呢 也是要考虑 那个 制作的需求 比如说 需不需要 把食物 切碎一点 弄暖一点 就容易比较 食物比较 容易咀嚼 有时候 或人老的时候 会比较偏 偏喜欢 偏喜欢比较 饭的东西 食物 少量多餐 也是 可以也是考虑 少量多餐 比如 不是正常的 每天 吃那 大的 不要每天吃三餐 就近 近十六 至八餐 分量少一点 所以如果 一个人 如果在早餐呢 胃口比较好的时候 可以尽量 吃多一点 或者如果 一个人 晚餐的时候 比较多 胃口比较好的时候 尽量吃多一点 因为我们也是要 充分利用 我们的每一口 差点十 可以选择高热量 高蛋白质的食物 以及饮料 比如说 牛奶 酸奶 三合一麦片 和饮料 用餐时 不要喝太多的水 不要喝太多的水 或者其他饮料 把水 或饮料 分开 不要在正餐的时候 喝 另外一个就是 想用 用餐时间 并且吃 多样化的食物 可以跟朋友 或家人 一起用餐 让心情比较 轻松愉快 也是会帮助 吃 一个人 在正餐之后 差点的时候 吃多一点 最后一个就是 也是我们可以考虑 使用 那个营养补充品 多数的 营养补充品 是能提高 全面的营养 并且可以 帮助提高 营养的摄取 可是 在开始营养 补充品的之前 我们是建议 询问营养师 或医生的建议 刚才我们提高 高热量的 需要摄取 高热量的 点心 或食物 这些就是一些 这些是一些 可以参考的点心 比如说 蛋糕 鸡肉包 豆花 这些可以当茶点 或者 宵夜 可以把这些 餐进 里面 也是会帮助 因为这些食物 都是有 热量 也是有蛋白质的 其他的包括 油条 烧麦 汤圆 牛油 蛋糕 和雪糕 这些都是能 提高 热量 和蛋白质的 点心 水茶或咖啡 几乎是没有 营养的 所以那些 如果食欲不振的话 我们是建议 选择 高蛋白质 或高热量的 饮料 就确保 比较容易 摄取一天的需求 比如说 麦片 酪奶 鲜奶 这些的 饮料 我们也是可以 在主食品中 填充其他的 食材 来提高 营养的价值 充分利用 我们的每一口 如果在主食品当中 增加一些的话 我们 增加 营养成分 不必是需要 大量的增加 食物的分量 小小的修改 能帮助提高 温量和蛋白质的 比如说呢 在粥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在粥里面 加一汤匙的 那个芝麻油 下去 或者在 面包 吃面包 在早上吃面包的时候呢 不要吃白的面包 不要吃空的 要擦一点 咖哑酱啊 巧克力酱啊 果酱啊 这些 来增加 我们以前所摄取的 那个味料 饼干也是 可以把 这些酱啊 把它擦上去 或者吃麦片的时候 不要加水 可以加一点牛奶 来煮 也是会增加 卡路里 和蛋白质的 其他的建议啊 也是可以说 比如说 吃粥的时候 我们 把一个蛋啊 嚼进去 也不会增加 那个粥的 不会大量增加粥的 的分量 或者 如果说 比较喜欢 软的 食物 有觉得 肉啊 鱼 肉啊 鸡肉啊 这些 都比较硬的话 也是可以摄取一点的 那个豆腐啊 肉松啊 砂丁鱼啊 主手的 脆肉 也是可以把它 加进去 增加 蛋白质 总结来的话 营养不良 和脆弱症 在新加坡 是很常见的 可是脆弱症 和营养不良 是可以 避免和抑制的 怎么样做呢 第一 确保充足的 营养摄取 第二 摄取足够的 蛋白质 助于构建 和维持肌肉 提高免疫系统 第三 充足的 钙质 和 维生素D 来确保骨骼 健康 意思 如果 食欲不佳 的话 可以调整 我们所吃的 饮食 第一 就是 少用多餐 吃多一点 高味料 和蛋白质 的点心 和饮料 最后一个 就是 强化 营养成分 好 那么呢 刚才就是我们一起分享了 如何就是 确保我们有摄取足够的营养啊 然后呢 着重在于蛋白质 还有钙质的摄取 那么这些资料呢 大家可以如何的摄取到呢 就是 你们可以登入这个 成都生医院的健康保健知识库 就是 Tandoxin Health Library 那么我在这边呢 就做了一个 那个QR Code 这个是没有的 不过为了方便大家登入呢 可以试着 就是先这个QR Code 然后呢 它就会带你到这个 成都生医院保健知识库 Health Library 然后呢 你只要点入到 N 它就会带你到 一系列的这些 营养的手册 就刚才我们分享的 很多这些资料啦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比如说这个 Calcine in a Diet 就是 Calcine 唯一刚才有分享到的 钙质的食物有哪些啦 然后这个 每一份钙质的食物 是代表多少克的 钙质啦 大家就可以从这边摄取到 从这边就是 看得到这些资料 然后还有 比如其他的 像食欲不振的时候啦 可以从哪里摄取到 更多的营养啦 更多的那个 蛋白质或钙质呢 也可以在这个 其他的 有化空起来的 那个 手册 可以 可以看得到啦 还有其他的这些 好像 那个 高热量 高蛋白质的 饮料 有哪些啦 然后 刚才很早 有分享到的 这个刷弱症 该怎么做啦 这些 在这个 Denoxin Health Library 都可以找到 那么希望大家就可以从这边 可以继续的 就是 温习回我们刚才 所分享的这些资讯啦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分享的一切啦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这个Q&A 或者这个聊天间里面 我们可以来一个互动 谢谢 谢谢 佩玲和韦宜 与我们分享 如何确保 均衡的饮食 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 确保 我们的营养充足 他们甚至提到了 如果没有食欲 我们能如何 确保自己 还是可以摄取到 良好的营养 那如果大家 有任何疑问 请你们把问题 打进 问答格里 或 聊天间 也可以 那两位 演讲者会 现在为你们解答 那我们在等待观众 把他们的问题 打进去的时候 我会先问 两位演讲者 我们如果 常常打包食物 我们应该如何 确保自己 不要超过 比如说 刚才韦宜说到的 一汤匙的那 一茶匙的那 或者十茶匙的那 糖分呢 那的话就我们 选择食物的时候 比如说菜饭的话 就不要叫 叫那个汤煮 加那个 林姿啊 如果在外面 吃汤类的时候 比如说面汤啊 就少喝 避免喝汤 在外面 所买的 买得到的汤 也是在 如果在 饮食 时候 你 比较喜欢 把肉啊 蘸一点 酱青啊 这些也是可以 就减少这些 酱青的摄取 也是会 帮助我们 摄取 不要超过啦 不要超过 一茶匙的 一茶匙的 的分量 如果说是糖分呢 就是 呃 刚才我同事也是建议的 在 增长 食 就 呃 点 就喝开水 不要点那种 呃 甜 甜的饮料 谢谢 维宜 呃 那么我下一个问题 或许是呃 我们 能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有衰弱症 因为刚才好像 有提到说 如果营养不良 呃 可能会导致衰弱 症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相信大家有时候也会 想要问说 哎 那我怎么知道 好像 我有 我是不是营养不良啦 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啦 还是那个问题啦 等等的 那么对于衰弱症来讲呢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症 比如说就是 啊 它是 啊 肌肉的流失 导致你肌肉的重量不足 然后呢 肌耐力的流失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综合症 所以说如果说 好像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好像衰弱症的话呢 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呃 呃 那个 检测 那可以怎么样的知道呢 比如现在有很多 我们社区上也有很多社区的护士啦 或者一些社区的健康指导员啦 等等 甚至是医生 其实可以就是当你有去看他们的时候呢 可以啊 让他们帮你好像做一点点的那个检测 那他们有时候会看你的情况 然后呢 跟你做一些小小的测验 来确保说 你是不是真的有衰弱症 还是 嗯 嗯 你是健康的 那当然 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要避免这一系列的发生 所以还是一样 首先确保你有足够的 那个均衡的饮食 吃足够的蛋白质 摄取足够的钙子 来避免这些的发生啦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嗯 好 那谢谢你 嗯 或许 我也想了想 可能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病人 他们跟你们说 哦 其实他们自己现在独居 所以其实煮一人份的食物 呃 然后又要确保有肉啊 有菜啊 就是营养均衡 其实是挺难的 因为 可能他们 如果煮多了 变成他们得吃很多餐 所以你们 嗯 或许对这些病患呢 或独居的观众 会有什么意见呢 嗯 那么在于蛋白质方面呢 可能可以啊 选一些比较 呃 容易处理的 比如说像 刚才有提到的 像罐头沙丁鱼 如果你买那个 呃 低盐的罐头沙丁鱼 那么 就可以说 呃 帮助你摄取到你的蛋白质 同时它也是高带质的食品 所以你就变得一举两额 那么这个罐头的也比较容易收 罐头的那些 好像呃 吐纳鱼啦 三文鱼啦 这些都是一样可以的 嗯 那么还有 比如说好像现在有一些 呃 冷冻的鱼 啊 这个呢 也是容易收藏 你只需要就是要煮 或者要吃的时候呢 哪一部分出来 就可以了 嗯 那其实如果说你想要买那些新鲜的食物 新鲜的鱼啊 肉啦 之类 你其实也是可以就是买了以后呢 啊 帮他将他分量 就是可能买那种啊 小的袋子 可以收在那个啊 呃 冰冻的那个冰柜里面 就是你把它分成小分量 收在那个冰柜里面 那每一次你要煮的时候 你拿出来就是一个分量 一个人的分量 这样子呢 也可以确保说 你就不需要煮大量的食物了 那有一些人 其实呢 他反而就是 呃 喜欢就是煮 可能煮一大份 分成好几餐 那这样子当然也是可以的 就比如你可能煮 好像四餐的分量 那么有三餐 你也是可以一样 把它收在那个 呃 冰冻柜里面 那么下一次要吃的时候呢 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打 打热了来吃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如果说是 独居的 独居的老人家 或者独居的人都好呢 其实这些小小的策略是可以 就是还是一样确保说 我们可以有均衡的一餐 可以有就是设取了新鲜的食物 好 谢谢佩玲 谢谢两位 呃 营养师为我们解答和为我们分享这么多贴士 我们其实已经来到了讲座的尾声 那衷心感谢大家的参与支持 今天的讲座有录音 若您希望重温今天的课题 您可以通过成都生医院健康保健知识库 就是刚才佩玲说到的 Tantoxin Health Library 或者在成都生医院的YouTube平台再次收看 那请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 把视频上传到这些平台上 最后请扫描屏幕上的QR码 完成以上的意见表 那你们完成意见表后呢 就可以离开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希望你们度过愉快的一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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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